目前全臺是有84座的狗公園 不過動保團體就認為了 部分的狗公園位於偏僻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白天很熱 希望未來可以走向社區化 狗狗來到草地自由奔跑 動保法規定要提供狗狗充足的戶外活動時間 不少飼主會選擇帶到狗公園 不過多數狗公園為偏僻之處 有些沒遮蔽白天太熱 甚至有些缺乏管理 暗藏小水坑 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調查 目前全臺有84座狗公園 八成集中在六都 臺北市平均六千六百隻狗 有一座狗公園 臺南則是七萬七千多隻才有一座 在六都淨培莫座 而基隆嘉義市臺東與連江縣 尚無狗公園 動保團體希望狗公園走向社區化 在公園增設專區 那中央是不是能夠協助 制定一個狗公園專區的管理辦法 請地方政府建議他們在公園管理知識條例當中 加入狗公園專區 在於動保的一個限制的平均業務上 我們會把這幾個項目優先納入 東都猛指出澳洲布里斯本平均兩個社區就有一座狗公園 非常重視動物福利而日本狗公園位於有綠印的地點 避免衝突還實施登記制度 值得臺灣學習 農委會表示可能養狗就需要活動空間 過去五年加犬的數量減少三成 反而養貓增加 家貓增加兩成 記者 林靜梅 謝祈文 臺北報導